昨天有一宗緊急事故 港鐵在港島線 突然間緊急停車 然後延誤了多久? 延誤了45分鐘 延誤這些事一定要講清責任 如果是港鐵自己的問題 又要罰錢又要賠錢 很麻煩的 又要向股東交代 現在就好像找了原因 原因主要是 昨晚大概是8點半的時間 那輛車埋站的時候 好像開不了門 不知道什麼事開不了門 進入月台的時候 還未拍正 張欣宇今早在港台說 還未拍正 但人手操作的過程 又須時較長 你又不告訴別人 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遇到這些問題 你又沒有廣播系統 告訴乘客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停車 我們昨天看過片 那些乘客很慌張 因為無緣無故 因為突然的方向斜台 打開下來 是嚇死了一些人 令到地上的雜物 你說的那個 那個途生門 那個緊急斜道 那個緊急斜道 刺行打開 這就是你的說法 但是張欣宇今早的說法 就是有乘客自己打開列車的緊急出口車道 那個緊急出口車道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的 這個來的 如果你說正面開就是這樣的 同心門那個 這個是不是車尾 是車尾來的 車尾位置如果有乘客開了這個緊急車道的話 車長沒有理由不知道在旁邊 還有按道理不應該是由乘客打開的 因為這個地方你除了車尾 其實某程度就是車頭來的 不是車頭是車尾 不會在中間開到的 是呀 是車長決定去開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很大問題 就是現在港鐵為了規避責任 就賴乘客自己開車門 就開這個緊急車道 但是現在很大的矛盾 或者那個漏洞 就是他們說不知道 因為這個列車 田北辰就說 現在這個列車是M車 不是Q車 Q車就會有CCTV之類的 你會拍下的人在做什麼 現在就是因為沒有監控 沒有CCTV 所以有人擅持開那個緊急車門之後 完全觸攔不了兇徒 3號就說車尾沒有車掌 只有車頭才有 車尾沒有車掌 但也出現一個問題 究竟有什麼人會這麼有空 走過去那個地方開 還有究竟 開這一道門 究竟是不是乘客都可以觸及的位置 我認知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以前搭開地鐵 站車頭車尾或坐車頭車尾 都見到最多是滅火筒 和打開駕駛艙的手把 沒有斜台的 我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 不過這樣說 張欣宇 他自己就說 與社會近日出現不同的事件有關 近日就是什麼 近日有什麼 近日有什麼 就看到警察是這麼犯法 西環斬人 西環斬人 和警察不斷犯法 上庭那些 又說偷了Gucci 又可以 明明判了監 又可以緩刑 危險駕駛 可以逍遙法外 又可以沒事 跟著有個明日之聲 跟著又說 蓄意傷人在停車場 又有危險駕駛 那些就是明日之聲 很多這些 什麼叫不同事件有關 請你說清楚 什麼社會出現不同事件 要不就是大都會 有什麼關係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還有我們都說 看Channel C 他給的那條片出來 是突然之間開了門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自己開了嗎 究竟是人打開 還是 即是這樣說 究竟是某人打開 還是他突然之間自己打開 大家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突然之間打開了 然後整條港島線癱瘓了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當時的片是很鼓措 如果有乘客自行打開 他有沒有能力叫到人自己走下路軌 沒有的 我想 人們就算驚恐 都不敢自己走下路軌 是吧 多數人都沒有自己走下路軌的經驗 還有更加一件事 是路軌 那個地方本身又熱又焗 怎會自己走下去 就是啊 你沒有指示不會走下去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是否究竟是 港鐵自己想規避責任 就老屈自己乘客 自己去做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他當初應該就是 捉那個多手的乘客 張恩宇再補充 他就說 因為當時 埋站的時候 拍不到正 跟著又沒有交代 然後列車 有些乘客又不了解情況 可能有些乘客又不知道什麼事 緊張 就推開道門 想離開駕車 這一點我就覺得 正常的推論 就沒有可能會發生 其實正常來說 他說 除非駕車完全不安全 斷了電 斷了冷氣 什麼都看不到 否則走去路軌 最後一個最不理想 或者是最後的選擇 但是你看 Channel C 燈開的 有沒有冷氣 我就不清楚了 嗯 港鐵的解釋 就說 打開列車緊急出口斜道之後 令到那個班車的 被動安全設計就鎖死了 只有斜道收回好之後 才可以再開檔 現在呢 阿田北辰 不知道是不是在玩耍 他說 不如啊 我們就是袁洪 袁洪搞大 袁洪金額 兩萬至五萬 一定有人見到事發經過 絕對不可以被他逍遙法外 否則將來有人討咬 就玩死港鐵和乘客 這樣 最好有獨立調查報告 我覺得是 但是你會見到一件事 即是大家 你說什麼獨立調查委員 不會獨立調查報告 大家就好像避開這件事 嗯 大家都在追究831事件 張恩宇的責任 因為當年831 為什麼張恩宇現在會成為立法會議員 原因就是 當年831他就是這個太子月台經理 嗯 所以其實他也是什麼工程師 好像說 他應該這麼說 他是港漂 加這個831月台經理 也就是說 他有份在太子站那裡停車 就引警察去嘔打市民 嗯 好啦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剛剛有課金的 Charles Bessy 和阿毛毛貓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香港無格仔 最好就是支持Patreon 好 我們稍後 十二點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